既恭活佛慈悲、禅定 禅定就是清靜 现代人思虑多、烦恼多、想法多 因为有这么复杂的心,才衍生各种疾病 徒啊,每天得给自己一些时间静思、沉淀 别让你的一生只有忙碌与空转 禅定也是一种面对 当你愿意面对所有事情的时候 你的情绪不在,问题也就不存在 你只是一个空,空可以应物 可以包容一切,所以禅定也叫平常心 圣贤因为有平常心 在他们生活中的大小事里 常能将万境化为一境 徒啊,要明白心念的根本来源 专心自制地修行 体察自己是如实修行 还是在凑热闹,敷衍了事 因为专心自制也是一种禅修 而祖师所传的三宝心法便是置心一处 达到不乱不忙的上乘法宝 现在的人心头老是挂一世 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宁 全过的苦闷,难耐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折了像 以致生活失了序 如今既然来学到,修到了 就要懂得修回正确的思想 安顿苦闷的身心 改毛病去脾气 才会感觉身心轻松,精神清爽 这个修行才算是入了门 禅定才是得了窍 专注才能成事 一颗心都不安定了 方向当然摇摆不定 尤其是你们这些身为前贤的人 更要让自己的心随欲而安 也唯有定、静、安之后 才会生发妙智慧 不至于盲盈盲 这艘白羊法船才不会摇摇晃晃 所以说,修道必须有良好的禅定功夫 不但在待人处事上把持得住方寸 在共事中也能圆融地应对 禅定不是坐在那里都不动 心中却砸私不断 禅定是一种安然的开展 因为有安稳的心 故有透视天地事物的智慧 就能遇事不乱、不急、不慌 咱们修半道不揣测天时 也不妄意形象 只有老实修行 入相迷相,心情易动荡 不离,不入随喜自安详 一念动,择六贼心波作浪 自家真人迷失方向 入了魔障 常持送真言也是一种禅定的方法 因为现今的事局纷乱 人心容易起伏 常在一步留意中就迷惘无助 所以才要借着持送真言 来达到安心定神的作用 剥弱智慧不是凭空而来 而是当你率出本性 自然去做时产生的 生命充满了变数 历练过的生命就像本百科全书 记载着无数智慧的结晶 有人在变数中成长 也有人在变数中退却 能不惧千锤百炼的人 便能创造源源不断的智慧 咱们在日常生活中 要懂得关照本心 能视自本心 才有机会打本还原 此时的智慧 并不是世俗所谓的聪明啊 法无定法 咱们要空其心 才懂得活泼玲珑之道 发现自己经常用的是 善于分别的人心 而不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智慧 所以 才会有错误的判断 毅力好比是火 理智好比是水 如果火没有水来止住 就会更猛烈 最终烧人坟雾 所以咱们做事要多用理智 而非禁用顽强的毅力 不要埋怨环境的不顺遂 只有便尝试监卫 才有机会开智慧 也因为痛过了 才懂得不再往苦里钻 懂得转换立场与角度 咱们只要用真诚 理尽的心去面对每一种境界 便能行便世间路 万难也无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